冰死之际 我回到了35岁 这一年 儿子还没因为救人而截至 女儿还没因为出来作证 被人推进河里 没了命 重来一回 好人咱就不做了 做坏人吧 娃娃 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不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证文开始 隔壁家老头拿着铁锹 在我家院子的大门上 砰砰砰敲了五六下 我儿子周海云赶紧走出来 打开门跟他讲了两句 回来就拿着扫把和铲子往外走 我正逃迷准备做饭 突然停顿下来 叫住了他问 你干嘛去 隔壁刘爷爷说 家里倒鼓还在楼顶上晒着 周海云挠了挠头 我去帮他收一下 我把洗礼水倒出来 撇了门口 那等了有点不耐烦的兔头老头 你别去了 他家里还有三个老大不小的孙子 你去了 刘老头的孙子还做什么 周海云顿了一下 拿着扫把和铲子 有点不知所措 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隔壁的刘老头来使唤他 也不是一两次了 刚开始的时候 老刘头来我家寻求帮助 那时候我看刘老头可怜 他上了年纪 手脚不好 每天要干一堆的农活 家里三个孙子 更是一个塞一个的皮 根本没有想来 搭把手帮他一把的意思 我好几次瞧见 他从地里收了花生回来 他就这么一袋一袋 慢慢拖回家里去 费时费力又很累 他来回几趟 本就干扁的身子 在风中就更显萧条 想着邻里邻居的 加上我家这半大小子 有的是力气 就让他去帮忙了 可谁能想到呢 这一来二去 老刘头倒把我家的孩子 当成免费劳动力了 以前还会磕磕气气的 道声谢 现在我家儿子 要是有一天没帮他干活 他就成天黑着个脸 搞得好像我们家 欠了他家的一样 我想到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咬了咬自己的下唇 你不要去了 就说家里要吃饭了 我不给你去 周海云还是有点犹豫 前两天下雨了 刘爷也有风湿病 他关节不好 反正我没事 要不我还是去帮帮他吧 听到他说这种话 其实我是不意外的 我的儿子周海云 一直是个善良又懂事的好孩子 也正是因他的善良懂事 所以上辈子 他才会为了就一个小女孩 而瘫痪在床 我一直记得 他醒来后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那个孩子很好 他被他的父母带走 然后就悄无声息的 消失在了人海中 而我的儿子 我刚刚满18岁 原本还活蹦乱跳 准备去上大学的儿子 双腿却因为感染没及时送医 导致要截肢 恐怕下辈子 就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不用去 我想到上辈子儿子的悲惨结局 用力抓紧了手里的电饭包内胆 重来一次 学会拒绝别人 就是我要教他的第一课 你直接过去跟他说 你没空 让他找自己的孙子去 我看到我那傻儿子 还呆站在原地 皱着没对他说 还不快去 哦哦 周海云慢慢回过神来 有点尴尬的 向着院门口走去 没多一会儿 老流头就嘴里 骂骂咧咧的闯了进来 周海云跟在他身后 想要拦他 但是老流头分明 就没把他看在眼里 他瞧见我 那张枯树皮一样的老脸上 满是不高兴 刘妹子 都是街坊邻居的 让你家海云来帮我收道骨怎么了 他没空 我笑着对老流头说 再说了 你家孙子都三个了 收道骨 哪里用得着四五个人 我家孙子都在屋里头学习呢 他们可没有空 老流头很是维护自己的三个酸 听他这话的意思 他家孙子要学习 我儿子就不用学习 他这种人 我可半点都不想惯着他 我家儿子也要学习 他哪里有空 你还是趁着天还没黑快点 去找别人吧 倒骨要是沾上晚间的露水 那可容易潮湿发霉的 我笑眯眯地赶人走 老流头却还有点不依不饶的意思 拽着我儿子的胳膊不放 这我哪能忍得了 我扭头就去厨房里面 拿把菜刀 当着老流头的面 我拿着菜刀 猛地切断了手里的白菜根 然后快步朝着老流头的方向 走过去 也许是我脸上表情有点太凶狠 把老流头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最后他也没敢再提 让我儿子周海云帮忙的事情 抓着自己的东西 头也不悔地跑出了我家 周海云愣愣地看着我 整个人有点猛 妈 隔壁刘爷爷在骂什么呀 女儿周怀月从门口回来 书包还没放下 就问了一句 我端着蒜香鸡翅走出来 侧耳在门外 听了一会外面的叫骂声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老流头在家里骂骂咧咧说什么 狗娘养的东西 给你吃的不吃 偏要带你的娃去吃屎 一身的贱骨头 难怪村里的公狗都不要你 他在纸丧骂怀 而且骂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本人 我早年没了丈夫 一个人养着两个小孩 为了不让他们受委屈 我一直没找第二人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但这不是别人攻击侮辱我的理由 如果是上辈子的我 或许会为了邻里邻居的和气 而选择忍气吞声 但是现在的我不想再忍了 我走到厨房 看了眼厨具 把刚收好的菜刀又抽了出来 海云 怀月跟妈妈走 我招呼两个孩子跟着我走 以前我教给子女们的 要与人和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现在 有仇必报 就是我要重新教给他们的第二课 我带着两个孩子 直接到隔壁敲门 这老流头刚把门拉开一条缝 我就猛的将菜刀插进了门缝中 你 你干嘛 老流头在里面尖叫起来 我温和的笑着道 刘叔 我在隔壁听到了 老流头脸色变了又变 神情十分难看 他可能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白的 摆一下看破不说破的东西 摆在台面上 我之前就是给他脸了 但他这么喜欢阴阳怪气 明里暗里挤对我 我在隔壁 听到你说要杀狗吃肉是吧 我笑得依旧温和 我想你忙得很 肯定没磨刀 所以我就给你送刀来了 我用力挤进去 视线在院子里吃饭的三个小崽子 身上一划而过 最后落到老流头的身上 老流头脸色难看的看着我 他这个时候摸不准我在想什么 又忌惮我手里的刀 所以也不敢对我说重话 留书啊 家里狗的嘴还是得看严实点 毕竟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免得一张口全是臭味 要是他还履教不改 那我就给你送刀 我笑着说 把他剁了吧 免得生气 老流头看着胸 其实他骨子里就是个耸货 就只会占老实人便宜 他看我腰板硬起来了 不好欺负了 他就软了 不敢再轻举妄动 就连说话时语气都带上客气 哎哟 大妹子 你先把刀放下 放下好好说 老流头想过来拿我的刀 我不理他 冷冷地盯着他看 只看得他慌张起来 他搞指丧骂怀 我也能玩意有所指着一套 老流头看我态度坚决 就是不走 要他把狗牵出来 刘叔 你不会杀 让我来吧 我笑着在空中挥动了下自己的刀 他有点顶不住 一边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一边让我儿子拉住我 别借别借 就是个畜生 大妹子你犯不着生气啊 他再有下次 我亲自收拾他 老流头陪着笑 把桌子上那盘鸡腿端了过来 那天 我带着刀过去 最后带了一叠子鸡腿回来 老流头把我送出门后 麻溜地在屋子里锁好门 是生怕我再折回去 我听到他里面啰嗦的声音 冷笑了一声 这次算是一个小小的警告 如果老流头下次再做妖 我就真不打算客气的了 还好他这个老家伙滑头 看出我现在火气大 见好就收 还用鸡腿赔理些罪 他把那鸡腿端过来给我的时候 他那三个孙子 可以眼巴巴的看着呢 回到家里 我对面前这双儿女说 妈妈曾经教过你们 就算别人对你很不礼貌 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有素质 要对人客客气气的 免得截下愁来对不对 周海云和周怀月 看着我愣愣地点头 我往他们碗里 各加了一个鸡腿 那今天我要教你们的是 你越有素质 有的人就越会觉得你好欺负 就像隔壁老流头 你对他越好 他越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到后面 如果你有一丁点不顺着他的意思 他还要过来咒骂你 过来踩你一脚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 换来的不是他的感激 而是他的不满和怨恨 以后你们要是遇到这种人 就犯不着对他们客气 女儿周怀月还在云里雾里 儿子周海云则皱着眉头 像是明白了什么 快吃吧 这鸡腿可香呢 我将最后一个鸡腿去了骨头 给他们两个一人分了一半 我不指望他们一下子能明白 这世界上不是全都是好人 但是我希望我重来一次 能在前一幕话间 影响我的孩子们 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我不求我的孩子们 以后大富大贵 至少不要 重蹈上辈子的覆辙 周怀月捧着大鸡腿 吃得香喷喷 周海云则是默默将一个 鸡腿家回到我碗里 妈 你吃 他自己只留了一小半鸡腿肉 其余的都给了我 我看着他懂事的模样 鼻子一酸 心里瑟瑟的 这就是我的儿子 懂事聪慧又善良的儿子 这一次 我发誓 就算是豁出去我这条命 我也一定会保护好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 我送了儿子女儿出门 往回走的时候 正巧碰见了 准备出门的老流头 他瞧见了我 停顿了一下 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自言自语道 哎哟 瞧我这记性 锄头忘记拿了 老流头倒回家里 好半想没有出来 我知道他这是怕了我 有点不敢跟我撞上 我也不戳破他 家里还有一堆是在等着我做 我可没心情跟他继续闹下去 只要他不再凑过来饭件 我也还是会客客气气地 称呼他一句留书 我早早在家打扫完卫生 做好了饭 等我儿子和女儿回来吃午饭 但是这左等右等 午休时间都快过了 他们都还没回家 我心里有点着急 正想着要不要出去找找他们时 一出门就瞧见一堆人 推散着我的儿子女儿 气势汹汹地往我家这来 我脑子突然一阵眩晕 扶住门框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才慢慢恢复过来 怀悦 海云 我高声喊了一句 站直了身子 努力让腿卵的自己 看起来更有气势一些 我记得这处场景 上辈子也是他们 压着我的子女回来 说我的怀悦在学校里 打他家的女儿 那人骂得很难听 而且还让我去看 他女儿脸上被抓出来的血痕 当时女儿周怀悦捶着头 任由他们说 也不反驳 我没办法想象我的乖女儿 竟然在学校里 欺负其他同学 我气急了 打他两巴掌 压着他去给人道歉认错 后来我才知道 我的女儿是为了维护我 才跟对方打起来的 而且 他伤得比那个女生更重 只是我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 上辈子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后 我的宝贝怀悦就没了 在那之后 我活着的每个日夜 我都在自责 我好恨 恨我当时为了稀释宁人 强迫我的女儿道歉 恨我没有维护我的女儿 反而却信了别人 恨我没有坚定地 站在我女儿的身后 成为她的后盾 还好 还好上天给了我一次机会 我飞奔过去 一把将我的儿子女儿 搂进怀里 你们对我的小孩做了什么 一群大人欺负两个小孩 算什么本事 我咬着牙 努力压制着心里的怒火 好让自己稍微理智下来 你家女儿打我闺女 为首的那个胖妇人 骂骂咧咧地 把自己女儿推出来 那个跟她母亲一样 身材健硕 很是壮实的女孩 仰起头让我看她的脸 她大圆盘子的脸上 有三四条 类似小猫一样的抓痕 不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 就是周怀岳那贱人抓的 胖丫头叫刘宝 她是学校里 老是最烦的一个学生 站着自己体型大 家里户短 到处惹是生非 她打你 我皱了皱眉头 刘宝立刻点了点头 怎么打的 我上前两步 看了眼刘宝脸上的抓痕 在众人还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的时候 突然狠狠地 在她脸上甩了个巴掌 是不是这样打的 刘宝被我打懵了 她捂着自己的脸 努力瞪大了自己的小眼睛 我可不打算 给她反应的机会 上前用指甲 往她脸上又是一抓 用十分强硬的语气问 刚刚没打对是吗 那是不是这样打的 我还想来第三下 她身后那群亲属 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他们飞快上来 拉着我的手 还有的气急了 慢慢咧咧地冲上来 想要拽我头发的 我早就料到 他们会来这一手 毕竟这个年代 大家闹事打架的时候 都是薅头发甩巴掌用脚踢的 如果是上辈子 35岁的我这么嚣张 肯定是会被摁在地上 被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现在 那个肥婆冲过来要揍我 我一个侧身 卯足了进出拳 狠狠地打在了 她的右下巴处 让她捂着脸 蹬在地上疼得嗷叫 上辈子的我 为了给儿子买假枝 一天打三四份工 还去拳击馆 给别人当沙包陪练 并且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 我还去学了不计技巧 虽然我技术不高 但是对上这几个 空有力气的家伙 还是绰绰有余 还要打吗 我用审视的目光 慢条斯理地打量着他们 凡是被我目光所触及的人 都不约而同地 一开了视线 没有敢跟我对上的 果然泼妇交出来的女儿 也是泼妇 刘宝的母亲捂着脸 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你女儿打我女儿 你打我 好 好得很 我要闹到学校去 让学校来平平里 让你女儿退学 我还要报警 让人把你们全抓进去 你还有你女儿 你儿子都没得跑 我攥紧了手 手指都快要扎进掌心里面了 你要闹是吗 我俯身 像是看蝼蚁一般 看着这个还在 骂骂咧咧的女人 那你就闹吧 你最好闹大一点 我半点不带怕的 因为你不闹的话 我就要去学校闹了 我女儿是个什么性子的人 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你说她打你的女儿 笑话 就你女儿这个体型 直接撞过来 都能压死三个身材娇小的姑娘了 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 才会去打你女儿 我看 是你女儿刘宝来欺负我女儿在先 还恶人先告状 我呸 真恶心 不但恶人先告状 还叫来一堆人来以多欺少 而且 我看很多人听完我这话 脸上都有些许尴尬 显然这些人都是知道 刘宝是什么德行 但还是一起来欺负我的女儿了 我气得 简直要咬碎一口银哑 你胡说八道 刘宝的母亲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嘴里却还在逞强 你什么证据都没有 就在这里血口喷人 他觉得我没证据 他错了 我不但有证据 而且那证据 还是学校的高清监控录像 我没有跟他们多说什么 跟一群没教养 是非黑白都能颠倒的人 是讲不了道理的 所以 我先把儿子女儿安顿在家里 收拾了下自己就准备去学校 女儿周怀月担心的站在我面前 怯声声的说 妈 要不 算了吧 不是您说的吗 我们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而且我也没什么大事 我的身子停顿了一下 然后摸了摸他的头 柔声问他 痛吗 周怀月一愣 呆呆地看着我 红了眼眶说 痛 你痛 妈的心比你更痛 怀月 我要你记住 他欺负你 你是有权利可以选择不原谅他的 我没忍住 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 周怀月冲过来抱住我 我们母女俩抱头痛哭了一阵 以前我信奉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轻易与人结仇 现在我认为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日子才过得不这么憋屈 我去了学校 直奔校长办公室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讲了个清楚明白 校长调了监控 确定了我所言非虚 加上刘宝这个同学 一直以来顶撞老师 欺负同学也不是头一回了 校长直接给了刘宝一个重大处分 并且让他第二天 在课间早操时站在台前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检讨 亲口给我的女儿周怀月道歉 那刘宝就知道 欺负弱小 自己半点立不起来 边念自己的检讨边哭 女儿周怀月回来后 语气中还带了点同情 说他哭得好可怜 我给他盛了一碗汤 语气平淡 他打别人的时候 可能没想到 自己也会有哭得这么惨的一天 女儿眨了一下眼睛 看了眼他哥 没敢再说什么 同情的刘宝的话了 我悠悠地叹了口气 我原本以为自己的教育很成功 可是现在看来 我都教了些什么呀 这一个两个的好娃娃 怎么就被我教成了圣母圣父 看来要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 还需要花费大功夫 我思以为 我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改变我的两个孩子们 毕竟距离我儿子落水那件事 还有好几个月 可我没想到 恶号来得这么快 老流头的小孙子 从房门口窜进来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 他又想来 我这捞东西吃了 我刚想赶他出去 这小家伙却扶着门框大口喘气 然后焦急地朝我喊道 婶子 不好了 海人哥腻水了 一句话 让我三魂下没了气魄 直到手拿不稳碗 碗摔落在地上 碎成四半 我才猛地回过神来 你说什么 我飞哭过去 死死地抓着小家伙的两个胳膊 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我爷爷让我回来报信的 我刚刚只看到海人哥哥 浑身湿漉漉的 脸好白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就赶紧回来找你了 小家伙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快带我过去 我声音颤抖着 抓着小家伙的胳膊就往外跑 我心慌胆颤 跑两步还被门口的门栏给绊倒 往地上重重地摔了下去 手臂在地上被小狮子划破 刺痛无比 可此时我顾不得许多 咬着牙爬起身来就继续往前冲 我不敢相信 这根本还没到上辈子的时间点 怎么我的儿子就溺水了 我一想到上辈子 我的儿子空空荡荡的两条裤腿 急得一边跑一边哭 怎么会这样 难道重来意识 我还是没办法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吗 我一路飞奔摇摇的 就看见不远处的河边 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 脑子顿时一阵眩晕 还好老刘家的小孙子死死拽着我 才没让我头朝下的倒下去 海云 海云 我哭着拉开人群 看见平躺在地上 脸色惨白 但是还睁着眼睛 努力向我扯出一抹笑来的周海云 妈 他声音有点低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虚弱 我哭个不停 脑子里知道要让他去医院 但是又巨大的冲击 又让我整个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阵喧哗 紧接着有人让出一条道来 老刘头沉着脸过来 直接指挥道 快快 来两个人把海云抬上我的车 我现在送他去医院 老刘头把他家的拖拉机开出来了 在那一刻 老刘头瘦小的身子 在我心中瞬间高大无比 我们紧赶慢赶 把我儿子送进了医院 我匆匆交了钱 又给女儿周怀月打电话 告知了他家里的情况 让他今天早点回家 好好在家待着 我其实很怕 怕我的儿子跟上辈子一样 又没了一双腿 好在医生看了之后说 没什么大问题 虽然是溺水了 但是急救措施做得很好 抢救的非常及时 肺部和脑部没有什么问题 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在医院观察几天 确定没问题就能回家休养了 我哭着一个劲的跟医生说谢谢 医生却笑着说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 要谢你 就谢那个帮你儿子 做急救措施的人吧 要的要的 我抹了抹眼泪 笑着应了一声 只是我没想到 第一时间发现 我儿子溺水的人 还把他捞上来 还当机立断 给他做急救措施的那个人 竟然是老流头 我们前不久 还刚刚闹了不愉快 现在仇人摇身一变 成为了我家的救命恩人 这种转变 让我有点不知道 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他 我提着一大堆谢礼 去老流头家的时候 心情还有些忐忑 老流头倒是没什么变化 看见我提着的东西 就眼睛发亮 喝套没两句 就笑眯眯的伸手过来接 嘴里却说着 哎呀 大妹子 这怎么好意思呢 老流头拿了东西 看了两遍 那张老树皮一样的老脸 顿时舒展开来 然后我坐在老流头家里 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英勇救人的细节内容 以前我听这些会觉得无聊 但是他口中救的人 变成我儿子后 我听了那叫一个胆战心惊 临走前 我还有点依依不舍 想让他再多讲讲其他的 老流头咳嗽着说 我喉咙都哑了 下次 下次吧 他把我送到门口 犹豫了一下 我看他有话说 刘叔 有什么您就直说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一定给您办 老流头顿时没开眼笑 然后他说 你知道的 我那拖拉机挺废油的 上回把海人拉到县城里 可没了大半的油 哎呀 我也不是说什么 就是他边说边 支支吾吾的偷看我 我一下子笑了起来 老流头还是我记忆里的 那个老流头 我给他报销了油费 又给他多包了个大红包 郑重其事的对他道声 谢谢 光是这样还不够 周海云出院回家之后 我又让他带着礼物 上门再泄了一次 周海云落水的时间点不太对 上辈子明明是在五月底 怎么这辈子二月份就落水了 我专程过去问周海云 你是不是为了救人落水的 没有 我只是脚下一滑 没想到踩空了 直接掉进水里 然后脚刚好抽筋了 周海云挠了挠头 原来是踩空了才落水的 我原本放松下来的心 猛的又提了起来 于是我拉着我的儿子 在他耳边千叮咛万嘱咐 以后你可千万别再靠近河边了 妈找人算过 他说你今年有水节 这一年都不能靠近有水的地方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周海云皱着眉 一脸的好笑 你别神神叨叨的 我们要相信科学 不要信这些没有来的事 你看我现在不就好好的吗 哪来的水节呀 周海云不信这些 我气得够呛 你就听妈的一回吧 我难受的吐出一口浊气 自从你溺水之后 妈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你不知道 当时妈看到你脸色煞白的躺在地上时 我心里有多难受 我就只有你跟怀悦了 我说着说着 没有来的红了眼眶 妈真的很怕 有一天醒过来 发现你们不在我身边 那这世界上妈就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我真的很担心 这辈子我的孩子们还会重蹈之前的覆辙 所以我一定要千方百计的阻挠那件事情的发生 我只求他们不要再做好事 不要再善良了 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我就心满意足了 也许是我的一番真情流露 让我儿子周海仁动容 他也红着眼眶看我 然后伸手抱着我说 妈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去河边那些地方了 得到了儿子的肯定 我才松了口气 破涕为笑 我跟周海仁说好好出去洗脸 这刚踏出房门 就看到我的女儿周怀月 满身是泥巴的 从外面走进来 她和我对视一眼 下一秒就要往外跑 我三步做两步走 飞奔上前 直接一把拽住她的衣领子 这是怎么回事 我冷着脸问她 是不是学校又有人欺负你了 不是 周怀月低着头对我说 是我不小心摔到泥坑里的 不小心摔到泥坑里 会全身包括头发都沾满泥土 那得是多大的泥坑啊 说实话 我捏住了女儿周怀月的小脸 看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又没舍得太用力 周怀月哀悠哀悠地叫了两声 本想转移话题 但是对上我严厉的眼神 只能实话实说 我跟同学打架了 我停顿了两久 实在是没想到 我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 竟然跟别人打架了 她以前可是彻头彻尾的乖乖女孩 学校里的三好学生 妈妈跟前懂事勤奋的好孩子 我面前亲口说她跟同学打架了 我先是不敢置信 紧接着就是紧张和隐秘的欣喜 我问她打赢了吗 周怀月愣愣地看着我 好办想才说 赢 赢了 我很高兴 当天晚上就炖了一只鸡 给孩子们补身体 然后我给女儿架了一个鸡腿 笑着问她细节 说说为什么跟同学打架呀 周怀月从碗里抬起头来说 我看到刘宝在欺负同学 我过去制止她 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 哦 是做好人好事啊 我悠悠地叹了口气 看着吃肉吃得喷喷香的女儿 心里五味杂陈 难怪 我说呢 她怎么突然会打架了 原来是为了帮助别人 真的 我刚以为我女儿变坏一点 她就给我闷头一滚 我吃饭都吃得没字没味的 还要在一旁听我儿子夸我女儿做得好 感觉心更累了 为什么 我教出来的孩子会这么善良 这么有正义感 我默默把刚嫁给女儿的鸡腿又夹出来 妈 你干嘛呢 周怀月瞪大了眼睛 一脸委屈 我瞪了她一眼 帮别人有这么多种办法 你偏偏选了最笨的一种 你明明可以去找老师 找同学帮忙 却偏偏自己以身犯险 你说已经生事笨的 周怀月咬了咬筷子 眨白下眼睛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下回你自己动动脑子 想帮人也有要稳妥一点的办法 我叹了口气 孩子太善良了怎么办 这教也教不坏 只能换为晚点的办法 让她学会保护自己了 虽然周海云嘴里答应的好好的 但是我经历了女儿冒头打架了 那件事后还是不敢放松 每天上学放学 不论刮风下雨 我都亲自去接送她们 因为我知道 我的两个孩子们性格使然 不是我多说一两句话 就能轻易改变的 如果真的又发生了上辈子那件事 那我也只能祈祷 自己能够死死地拉住儿子 时间渐渐逼近 当年周海云救人的那天 这几天我的精神愈发紧绷 睡觉的时候都经常从梦中惊醒 心悸 头痛 睡不着 儿子周海云一直劝我去医院看看 我嘴里硬得好好的 但是根本没动 因为我知道 这是心病 寻常的医生和钥匙治不好的 我一直担惊受怕到5月30号 上辈子周海云救人那天 这天是星期一 孩子们要去上学 我把人送到学校 直接就不往回走了 在学校对面的一家饭店坐着 等他们放学 我生怕自己一走开 周海云就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往河边去 所以还是要我自己想办法守着 七天他们出来吃中午饭 我就直接豪气了一回 直接在饭店点了菜吃 从白天等到下午 眼看着他们放学了 我原本落下的心又紧紧地提了起来 今天你们跟我一起去趟外婆家 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出的好办法 从学校回家会路过一条大河 但要是直接启程去他们外婆家 那就都是平地 没有一丁点水 只要不碰到水 就一定不会发生上辈子的那个事情 我心里是这样盘算着的 但是我没想到 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走多远 我就看到前方有一处施工 绕道吧 这走不了了 施工人员有些粗暴的感人 妈 要不咱还是回去吧 女儿周怀月看了看前面的路 我闭了闭眼睛 想到儿女们上辈子的惨状 摇摇牙绕路走 我今天是铁了心 要让儿子避开祸事 就算是天塌下来 也要继续往前走 更何况只是区区的修路 我带儿子和女儿 绕了一条稍远一点的路 一样能到 只不过要从某个村子里穿过去 我走得着急 加上满脑子想的 是要避开那条河 完全忘记了 我即将要绕到的村子中间 有一个人工大湖 等我看见那个湖的时候 反应过来已经来得及了 耳边突然响起的 女人的尖叫声 还有重物落水的扑通声 在我眼前编织成 我儿子周海云 坐在轮椅上冲我笑的样子 我一扭头 看见周海云这倒霉孩子 已经在丢书包 准备往湖里跳了 我用尽全身力气 死死拉住他的胳膊 不准去 上回你溺水你忘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 声音都在颤抖 妈 周海云还急了 他一边努力 正托我的手一边说 我那时候是脚抽筋了而已 你别担心 快放开我 那小孩刚掉下去 早点把他就上来 他生还的几率就更高一点 我心里清楚 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私心里 却不想放手 上辈子那个孩子活了 我的儿子却没了一双腿 我也是个母亲 这让我怎么能接受的了 我哭着拽着他直摇头 不可以去的 但是周海云执意要去 他盯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对我说 妈 做该做的是 做对的人 这是你教我的 他一定要去救人 他有能力去救人 就绝不会选择见死不救 这是我养的儿子 我含辛茹苦 抚养长大的好儿子 我看着面前坚定的儿子 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身为母亲 我有阻拦他的权利 可我却不忍心 看他眼里的光芒消失 我抓着周海云身上的手 慢慢松开 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 就飞快地跑向湖边 纵身一跃 往那小孩落水的地方 飞快地游过去 周海云把那个小孩 救起来的时候 我晕倒了 我陷入了昏迷 迷迷糊糊中 好像掉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梦境里 里面有双腿残疾的周海云 又有被校园霸凌围着欺负 却不敢反抗的周海云 紧接着画面一转 是在病床上 郁郁寡欢的周海云 他红的眼问我 妈 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 我从睡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 躺在自家的床上 我的第一反应 是摸自己的脸 摸到还没有爬满皱纹的眼角 然后猛地掀开被子 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海云 怀月 我刚叫了一声 就听到怀月的声音 在外面硬喝我 妈你醒了 周怀月推门进来 看见我鞋都没穿 就往外跑 连忙过来扶着我 哎呦 妈你好歹把鞋穿上啊 女儿周怀月 把自己脚上的鞋 套在了我的脚上 我看了一眼四周 儿子周海云 没有在屋子里 连想到昏迷前 他跳下湖水去救人 我的脑袋顿时就一阵眩晕 你哥哥呢 在医院呢 周怀月满不在乎的道 我双眼一黑 难不成还是没有躲过 上辈子的魔咒 你哥受伤了 我颤抖着问 没有啊 周怀月有点奇怪的看着我 哥好好的呢 他是帮你开药去了 我紧绷着的神经 骤然一松 拍了一下周怀月的肩膀 有点气急败坏那玩了 你呀你呀 下回有什么事 不要分两句说 吓死我了 周怀月吐了吐舌头 女儿周怀月 把我搀扶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然后跟我讲了 我昏迷后发生的事情 大概是儿子救了人家的小孩 刚爬上来 就听到怀月在叫我 跑上跑下的 把我背回来 又急忙跑去医院给我开药 我从女儿的口中 再三确认了周怀月没事 但是没有亲眼目睹 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直到半小时以后 周怀月朝我大步跑过来的那一刻 我轻眨了下眼睛 有一滴泪顺着脸颊往下滑落 周怀月来到我面前 喊了一句 妈 我才感觉身子没有轻飘飘的 有踩在了地上的感觉 周怀月没事 他甚至连一场小感冒都没有 第二天直接就上学去了 相比他的淡然和平静 我则是傻傻地在院子里坐了好几天 这件事情的完美落幕 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不真实的感觉 我的儿子好好的 女儿的脾气也从软弱慢慢变得强硬 女儿周怀月对上校园霸凌 也能勇敢地带领其他同学站出来 为弱者发声 被儿子周海人救了的小女孩父母 带着礼物上来感谢 让女孩给周海人磕头 他们拉着我的手 说我养了个好儿子 我们是他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明明一切都在变好 可我就是很害怕 我害怕这只是一场梦 我害怕这只是我冰死之际做的一场美梦 我浑浑噩噩噩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周海云和周怀月急得团团转 两个人把我带去了医院 没看好 又找了赤脚医生来家里 还是没看好 后面这两人甚至还跑去隔壁村去请了什么神佛 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们两人着急上火的模样 可我的身体却还是好像被人困在了一个小匣子里 没有力气 甚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老流头带孙子来看望我 他盯着我的样子吸了口杆子烟 然后把周海云和周怀月叫到了屋子里 老流头在出来的时候 骂骂咧咧的冲周海云喊道 海云 当时可是你刘爷爷救了你 你现在这点忙都不帮 这不就是摆明了恩将仇报 没良心吗 儿子周海云憋红了脸 他说 刘爷爷我都还没满十八呢 你跟我说这个太早了 这关十八不十八什么事 老流头也老迈了 你看你妈都这样子了 你就听我的 娶个老婆给你妈冲冲洗 搞不好你妈看见你娶媳妇 一个高兴就恢复了 我耳朵动了动 就听到老流头说 我那侄女配你 你真不亏 他虽然长得是不太好看 但是屁股大 好生娃 你们今年结婚 明年就能抱上小孩 老流头说的那个侄女 我倒是曾经见过 这女孩跟我的儿子差不多年纪 因为家里父母赚了点小钱 又很受宠 所以性格有些偏激 还有打人的倾向 他说这朵花好 你要是不附和他 那你就要挨他的拳头 我上辈子最后一次听说他 是因为他父母不给他零花钱 他故意放火 想把家给烧了 还好被父母及时发现 送去了少管所 怎么老流头想 把他介绍给我儿子 还想让我儿子周海云 娶了他给我冲喜 我脑袋嗡嗡的 后知后觉有点生气 你要是你要是不乐意 就让你妹妹来嫁 让怀月嫁给我外甥 老流头拍了拍自己的烟杆子 直接上前就要去拽我的女儿 我外甥年纪大了一点 会疼人 你妹妹嫁过去 就是享福呢 我瞪大了眼睛 老流头的外甥我也略有耳闻 老流头的外甥 就住在离我们几条街的地方 他跟我差不多的年纪 人懒得很 三十好几 没攒下一点积蓄 日子过得乱七八糟 有了钱就拿去赌博 至今找不到老婆 老流头想把我乖巧懂事的女儿 跟那个老光棍牵在一起 这怎么可以 我只要一想到 那个老光棍 跟我女儿周怀月站在一起 我就气得怒火攻心 怀月走走走 我带你跟他认识认识 老流头笑眯眯的伸手 来抓周怀月 就在他的手落到周怀月的胳膊上时 我怒气上头 卯足了镜从凳子上跳起来 咬着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快地冲过去 一把打掉老流头的手 我像是母鸡护着小鸡一般 把一双儿女护在身后 咬牙切齿地对老流头说 你休想 我的儿子和女儿都这么好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 以任何名义伤害他们 妈 周海云和周怀月两人 惊喜地大叫了一声 得了 这下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老流头做口烟 小眼睛笑得弯弯的 我愣了一下 而周海云和周怀月 也相继扑进了我的怀里 老流头带着孙子 慢悠悠地走了 我才慢慢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这双儿女 也红了眼眶 大哭了一场 在那之后 我的身子骨 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了过来 老流头又帮了我一次 他一共救了我的家庭两次 往后的日子里 我把他当成了 我亲长辈那般对待 我带儿子女儿去他家 看望他的次数 比他所有儿女们的 总和加起来都多 他身体硬朗 一直活到了90多岁 他见证了我儿子周海云 考上警校 当上警察 也见证了我女儿周怀月 去读法律 当了律师 老流头更参与了 我两个孩子的终身大事 我的孩子们结婚时 他坐在台上 乐呵呵地喝茶 还给他们一人 包了一个大红包 周海云和周怀月的孩子 四五岁时 围着他一直喊爷爷 老流头觉得 这群小家伙们可真闹腾 可当他咳嗽两声后 我的孙子笨手笨脚地 给他倒了杯茶 他盯着这小家伙看了半天 最后对我说 是你老周家的种 我笑了笑 摸着小孙子的头 全闻完